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N&Lam频道 今集Lam继续和大家分享于素秋的演艺人生 今集会和大家分享于素秋的基本资料 于素秋生于1928年7月9日,卒于2017年5月12日 于素秋也有原名于丰与于小圆 他就是50年代和60年代著名的粤语片明星 此外,他亦是一个很出色的刀马蛋来的 他爸爸就是著名的京剧母生于尖远 所以可以说他是出身至京剧世家 他自小就学戏了 他善打北派是出名的京剧刀马蛋 而他也是香港电影明星成龙洪金堡等人的大师者 于素秋1948年开始就重影了 曾经主演过超过200部电影 而这200部电影之中有170多部都是武俠片 他就是香港早期最著名的粤语片女星和武俠女星 他著名的武俠经典电影包括如来神掌系列 亦都因为这个如来神掌系列 更加曾经和片中的男主角曹达华传出匪文 而且被当时认定是最佳的刑幕情侣 为了表示致敬 在电影《陶学威龙2》里面 吴孟达就饰演曹达华 另一个叶德贤就饰演于素秋的化身 叫做黄连 这两个角色就是影射曹达华和于素秋的 于素秋亭和另外七位粤语片女明星 曾经结议金兰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他们结议了八卯丹 于素秋就是黑卯丹 其他七个卯丹分别是邓碧云 南卯丹 凤凰女就是红卯丹 罗艳卿就是银卯丹 余麗珍就是紫卯丹 吴君丽就是白卯丹 蓝红就是绿卯丹 林逢 而林逢就是最小的 就是黄卯丹 所以号称白卯丹 在1966年2月 于素秋和月劇名领麦炳荣 就在香港希尔顿酒店 举行婚礼 结婚之后 于素秋亦都宣布退出影坛适影 在2017年5月12日 于素秋就在美国三环市 就因为得到肺炎 就医治无效 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当时他是享受88岁的 接下来 阿Nem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于素秋曾经拍摄过的电影 于素秋曾经拍摄过超过200部电影 而且大部份是母合片 他由1949年开始就拍片 1949年双枪旅合 1949年采设演博劇 1949年呼员加 SARSCI 1949年远博示威 1049年Ь 疫情 1949年 Java Rubik 1950年基型 江江鋁俠下集 飾演方玉琴 1950年 火燒紅蓮子 飾演金蓮珠 50年 方世玉擂台招親上集 飾演楚貧 50年 鋁俠燕之虎 飾演燕之虎 白素秋 50年 方江鋁俠 血淺飛雲塔 飾演方玉琴 50年 方世玉擂台招親下集 飾演楚貧良 50年 方江鋁俠的上集 飾演方玉琴 51年 十三太保 飾演莉莉 51年 霸王雞那 飾演霸王雞 51年 真假玉面霸王 飾演周雪碟 51年 方江鋁俠 大破唔宫陣 51年 飾演方玉琴 51年 五虎斷魂昌 飾演方雪珍的成年 51年 江湖姊妹花 飾演胡瑞蓮 51年 海上呂霸王 飾演胡家鳳 51年 五虎斷魂 五虎斷魂 飾演白虎斷魂 51年 原子飛劍俠 飾演張文瀾 51年 少林五大奇俠 飾演五梅思菇 五一年,一象青,飾演户三梁 好,今日和大家分享《迂数秋》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此,暂时休息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和阿联频道 好,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迂数秋》的演艺人生 好,拜拜!